田富貞原定9月9號到9月12號 一連四天要在高雄巨蛋開唱 不料在8號深夜突然宣布 演唱會要緊急延期 由於距離開唱時間只剩不到24小時 讓許多歌迷都相當錯愕 文中寫著 歌手田富貞因重感冒失身 今晚前往高雄巨蛋進行總彩排 聲音狀態仍未盡理想 經團隊審重評估後 決定忍痛延後 本週四場演出 不開放全額退票 而市場演唱會 則順延到下週舉辦 消息一出粉絲也湧入留言 關心田富貞的身體狀況 但也有不少粉絲 特地從外地到高雄 已經訂好住宿 卻無法退 抱怨寫下 不到24小時公布 真的非常扯 週一就已經不舒服了 為什麼不趕緊公布 主辦單位也太不專業了吧 歌迷損失慘重等等 也有人因為隔週無法排架 錯失了去看演出的機會 除了歌迷炸鍋 高雄的飯店業者 同時也接退房電話 接到崩潰 無奈發文表示 Hebe演唱會延期 電話一直來不停是怎樣 演唱會延期 關飯店什麼事啦 欠你們錢了是不是 接電話接到心情有夠差 面對一連串的抱怨 田富貞本人也在凌晨打破沉默 一開頭就不斷道歉寫著 對不起大家 真的非常非常抱歉 邊看了大家的留言 邊掉眼淚 完全能體會大家失望的心情 他也還原了事發的經過 表示一發現生病的開始 就感到恐懼、焦慮、緊張、難過 中西醫各種療法都多管齊下 希望能快速康復 直到下午進場管彩排 發現自己失去了大部分的聲音 緊急使用類固醇急救 但晚上的總彩排 還是控制不了自己的聲音 醫師也幫他開了萬不得已 要往生帶直接注射的類固醇 但田富貞也表示 深怕用這種方式做演出 有可能從此會真的失去聲音 總彩結束後 團隊也立刻決定要延起演出 讓他的身體好好休息 據了解田富貞是在9月5號 出現感冒症狀 喉嚨不適 經過快腮後呈現陰性 後來診斷是罹患、腸胃型感冒 最終只能忍痛延起演出時間 發文後許多粉絲也很心疼他 Ella也在底下留了一個抱字 為好姐妹做最大的打氣 對她來說 很う望 拜託 散票 citrus 瑪莎